算一算我從高雄到台北北漂人生也將近十年了 一直以來都是以租房子為主 但在我的內心深處也是渴望擁有一套自己的小屋 但你也知道莊北地區的房價是令人望塵莫及的 不知道我能不能在這邊找到一套適合自己的房子 我是董靖喬 我熱愛運動 它是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所以日常休閒時候呢 我最喜歡來水岸公園慢跑或騎騎車 感受微風徐徐吹來讓身心靈放空 是很舒壓的一件事 跑一下好舒服 沿著水岸公園河濱這樣慢跑過來 就會抵達全台最大的城市公園 新北大都會公園 這裡的面積有424公頃 相當於16個大安森林公園那麼大 而且還是兼具了防洪跟休閒油氣的多功能公園 它也是新北市民心中的最佳綠地 真的很漂亮 新北市有4座橋取名非常詩情畫意 叫做日月星塵 而這裡的城光橋是連結二重書紅道左右兩側 是一座專為行人跟單車族設計的清水景觀橋 從這邊呢 可以遠望到觀音山 還有新版特區的高樓大廈 而且到了晚上夜景是非常浪漫漂亮的 從神光橋沿途欣賞風景 很快就會銜接到捷運三重站 其實平常我除了會慢跑騎自行車運動外 也經常搭著捷運四處晃 現在的捷運路網相當的方便 要去板橋逛街可以轉成環狀線 要去桃園機場或大台北地區 可以達成機捷 大眾運輸系統規劃相當完善 如果要開車的話 三重也有九座橋直通台北市區 可以說四通八達 不僅如此 這裡還有劉華梯直通新北大都會公園 最熱門的首厚森樂園 這裡真的很好玩 不愧是大朋友小朋友的最愛 這裡以台灣原生動物為主題 完美結合了河濱騎波的地形 設置了三十一座溜滑梯 跟一百組遊具設施 創造出趣味性挑戰性十足的 親子購農遊樂場 無論是哪個年紀 都能在這裡找回同心 親喬 平常在這邊 好巧喔 偶爾運動啊 你怎麼會來這邊 我剛才幫客人送資料 剛有經過 我想說那個人好面熟 沒想到 真的是你耶 對啊 在這邊運動 上次跟妳看完房啊 其實我很喜歡這邊的環境 但我是手購族 就是還是有一些東西怕怕的 這麼巧今天遇到你 我們坐下來 我想跟妳請教一些事情 算我們有緣嘛 不然我們這邊坐好了 先坐一下 先坐一下 歐長 上次跟妳看的那個房子 我是真的滿喜歡的 而且周圍的這個運動環境 我也很幸運 是 但是你也知道 因為對於一個房子 而言 它的總價非常高 因為付款也非常高 怕怕的是正常 但是我們要去評估幾個重點 比如說你是以自助為主 還是以未來發展能過利為主 這個都有不同的考量 以舊區而言 它可能既能完整 交通完整 但是它就小街坡 甚至於下大雨的時候會淹水 因為它不是重化區域 但是如果你未來想要 它有增值空間 街坡是漂亮的 甚至於公園就在你家樓下 你不渴望這件事情嗎 那就要大基地大開發 而且由民事來設計的 建案會比較好 國庭大運而言 它的交通非常的完整 有三環三線 六四六五快速道路 還有九座的連外橋樑 其實它的交通是到位的 那另外一部分是 我前面就有第二行政中心 跟新版 跟雙子星同步開發 甚至前面還有新北科技園區 它的面積的大小是內湖科技園區 再加上南港軟體園區的大小 我未來的產值跟工作機會 那就是真的不得了 那我這邊別人都可能 給你公園的景觀 或是水岸的景觀 但是我這邊有三個景觀 第一個景觀是什麼呢 三江交會會的水岸景觀 第二個是 兩千五百坪的公園景觀 第三個是 警察局的局長 景觀您好 每天都在你家門口 甚至不是很棒 而且是最安全的地方嗎 那公社呢 因為我之後入住 如果未來家庭成員如果增加 其實公社這一塊我也會滿在意的 像我們這邊有行政大樓 還有東森集團在我們周遭 等於是1.7萬坪 由一家園藝廠商來幫我們打造 整個是一個板塊這樣子 漂亮的 那我們又拚命到黃聖鎮 大師來幫我打造我的公社 他都有一個主題的固執性 但你知道小吃族又是手購 會比較負率比較多 那價格又是我們比較 要抓比較緊的東西 那你有什麼建議嗎 台灣人都流行一句 錢多事少離家近 因為每個人都希望我家門口 就有捷運站 我問過10個人 有20個人想要住在捷運站旁邊 好 既然在這種狀況之下 會出現一個很糟糕的問題 投資客或資產客 他看到這麼棒的地方 他不用搶 他直接買 反而有一些人搶不到 就叫自助客 因為他想說有沒有採光 什麼方位 還要請師傅來看 第二次第三次反而被人家買走了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建議你可以考慮幾個重點 第一個 如果您在外面租房子 您只要考慮 它的利息錢跟你的租金 如果你的租金高過於 現代的利息錢 我勸你就絕對要買 因為一般人而言 是我每個月的本家利 多少錢 多少錢 但是我想要訪問您一句話 您在租房子有還到本金嗎 既然沒有 我們就拿著我該付資金的錢 來比較這樣子就可以了 相信從這幾年啊 我知道它這個房價漲幅很大 然後現在包含其他幾個 新北的區域也都漲得蠻多的 我想知道這塊區域 它的優勢是什麼 因為很多人在講說 買房子要買地點 什麼叫地點 因為我這一塊地叫做 特定專用區 它所謂的特定專用區 就是類比於新版特區 新義巨化區跟台中七級 像早期我賣的一些重化區 它可能在三萬三千的最尾端 當時的賣價可能五六十萬 但是呢 重化區的些貨 樣貌成形了以後 未來漲幅 直到二十萬以上 那麼多啊 是的 上次我去看 我們這個案子跟捷運站 其實就是在旁邊而已 真正的捷運站 那像我去台北通勤啊 上班 或者是有時候要坐捷運去玩 是不是住那邊也會很熱心 其實首購圖 不外乎來講就是 每個禮拜一到禮拜五的通勤時間 那以我前面而言 就有公車站台 而且還有捷運站 其實走路只要三十公尺 就可以到達了 那以這種條件而言來講的話 不管你知道 大台北地區每一個角落 我這邊都有捷運可以搭乘 所以它是非常方便的 有了交通 第二個是我的環境 因為公園就在我家門口 那而且又有水岸景觀 那一般你在新北市或大台北地區 買的水岸都有幾個缺點 第一個它會有西塞 或是坐北巷南的水岸景觀 第二個很多的水岸它都有高架 什麼高架呢 快速道路的高架 第二個是捷運站的高架 或者是總架很高的高架 但是我這邊完全沒有這些問題 所以是非常入手的好房子 其實你這樣講完 我對這套房子 好像要更有信心 什麼時候我們再約去看一次 我們今天遇到就是有緣 折日不入撞日 我們現在就走 好 走... 謝謝... 我捷運訃 謝謝... 我們現在是新闻的